嘿,大家好,我叫Elena,我是俄罗斯人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在台湾第一次去卖冰淇淋 我们看到了很多种类 来台湾之前,我真的没想到 全世界有这种的冰淇淋 也看到了国之饼块 这种的冰淇淋我们俄罗斯也有 但台湾的国之饼块的那个爆砖 我们看一看,觉得怎么打开 然后我跟我朋友们一起研究看看 这种的冰淇淋怎么开 后来店员,就是7-11的店员 他一直看我们,看我们 然后说,OK,我帮你们 所以他就是教我们怎么打开,怎么吃 好好笑 对,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应该可以问我 我们俄罗斯有什么样的冰淇淋 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介绍 为了拍这种的影片 当然我先去商店卖冰淇淋 商店可以买得到那么多冰淇淋种类 当然每一个种类我都要介绍介绍 我们买不到比如说红豆冰淇淋 其实冰淇淋我们也都买不到 我们这边的冰淇淋就是奶油冰淇淋 所以它比较油腻的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 第一种就是蛋同科的冰淇淋 但是我们俄罗斯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这种的 我现在打开给你们看看 那第二种应该大家都认识一下 比较普通的 这个我们俄文都说 Waffelnay stakancic 这个是我个人最爱的冰淇淋 我觉得这种的最好吃的 它就是奶油口味 也可以买得到巧克力草莓的口味 但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的 真好吃 而且那个Waffle Waffle 也很好吃 我打开给大家看看第二种 OK 这样 我老公比较喜欢这种的冰淇淋 我们看看它里面是怎么样 嗯 好好吃 就是里面就是棕色的 但这不是巧克力 这是creme brûlée 我找到中文的名字 在下面会写一下 这种的我们俄文都说 Rajok 下一个这种的 所以它就是这边有两个蛋卷 在中间就是冰淇淋 后一个那个 这两个冰淇淋的感觉很香 因为那个蛋卷 这两个冰淇淋的蛋卷很香 嗯 好好吃 刚刚好小 我就是一直拍一拍这种的影片 然后发现我的相机没有开 所以不好意思 我这些冰淇淋中类都吃完了 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拍两个 现在慢慢的介绍一下 所以刚刚我介绍了这种的 对吗 下一个就是eskimo OK 我的房子非常暖 所以那个冰淇淋还是软一下 所以这个我们都说eskimo 这是巧克力 在外面 里面就是奶油冰淇淋 好好吃 很甜 好棒 我的手 都就是冰淇淋 最后一个是这种的 这个就是拉庚克 拉庚克的俄文就是爱吃美食的人 我在中文的字典找不到这种的冰淇淋的真正的翻译 所以介绍一下就是一般的翻译 所以冰淇淋里面就是奶油冰淇淋 外面是可可亚 我爸爸很喜欢吃这种的冰淇淋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比其他的种类比较有腻的 但也好吃 OK 感觉我要去洗手 然后也要吃完这种的冰淇淋 当然我一个人吃不完 所以我请我的老公帮我吃一吃 那你们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请给我一个赞 我的巧克力赞 因为我上面手上有很多巧克力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非常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